阿希是村里有名的风尘女 她曾经恩客不断风光无两 可惜岁月很快腐蚀了阿希的身体 为了重获青春貌美 她不惜献祭亲子与恶魔交易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最新恐怖片 恶魔女追逐者2 女主角阿希跟着男朋友卡托回到她老家 想争取老人同意尽快办婚礼 谁知婆婆却看不上阿希 卡托不仅没有帮女友争取 还把阿希丢在村子里 说事不久后就来接她回城 阿希在村子里盼星星盼月亮 好不容易等来卡托的消息 却得知她跟别的女人结婚 阿希怀着满腔怨恨自我了断 谁知就在她迷流之际 突然看到一个恶魔现身 她可以帮阿希获得截然不同的人生 还说身体是女人最大的武器 心如此为了阿希答应恶魔的提议 用身体迎来了金钱和人心 不久后卡托的母亲去世 并留下了巨额的债务 她和妻女无家可归 眼看就要沦落街头 这时候卡托倒是想起了阿希 她放下尊严恳求对方的原谅 而阿希确实还爱着卡托 想给她第二次机会 阿希送给卡托一笔资金 资助对方在街边开了一个小摊子 男人私下偷偷交往 秘里调油 阿希很快怀有身孕 甚至卡托的态度却360度大转变 幸好阿希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 照样接受那些追求者的礼物 男人到儿子出生后 卡托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阿希对此不以为意 卡托再看不起她又怎样 还不是靠自己的卖身前养活 只是红颜易老 岁月无情 再美丽紧致的身体也会衰老 亲的女孩子小美定替了阿希的位置 她剩下的只有一身脏病 和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小杰 木子俩简直就是整个村的笑柄 走投无路的阿希又想起了那个恶魔 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对方 只求能找回曾经的美貌 恶魔文言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阿希陷进最爱之人 十几年前她最爱的是卡托 现在阿希最爱的就是儿子小杰 不过她这个宝贝儿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杰曾在树林中奸杀过一个女孩 恶魔最喜欢这种肮脏的灵魂 悲伤的女孩叫卢木 她姐姐是村里有名的林梅 而林梅此刻正在做法 寻找杀害卢木的凶手 不用等她亲自报仇 阿希就已经杀掉小杰 并按照恶魔的吩咐 剥下其面皮 再将其送给林梅 后者则端出一碗血 说只要喝了就能返老还童 但如此一来 你就必须跟恶魔合二为一 阿希为言端起血一饮而尽 只要能恢复青春 她愿意放弃一切 阿希得上所愿后 将卢木的遭遇全部告诉林梅 她儿子小杰生来就有智力缺陷 没有正常人的是非官 小杰无可自拔的爱上了卢木 不料这种爱被村里的医生德曼利用 德曼想摆脱怀孕后纠缠自己的卢木 索性哄骗小杰奸杀对方 所以真正的凶手其实是德曼医生 林梅文言立刻去找她报仇 林梅撕碎了害死妹妹的真凶 而阿希以全新的面貌回到了花柳巷 她重新租住以前的房间 加入了所谓的阿斯玛拉商会 其实就是一个拉屁条的地方 当晚妈妈桑就开始竞拍阿希的第一晚 最后是一个叫迷迷的土豪胜出 她原本是小美的客人 现在却被阿希轻易地抢走 不过永恒的美丽需要代价 阿希会一直渴望鲜血 如果不及时补充血液 她的身体就会再次老化 这晚阿希把小美骗进房间 然后将她绑在椅子上 划开对方的手腕 阿希大口畅饮心香的血液 皮肤变得充盈光滑 可是情况越来越失控 她面对客人也忍不住咳血 只能偷偷跑到隔街饮血 甚至这一幕被迷迷撞见 阿希一不做而不休 干脆杀了她 小美趁机解开绳子逃跑 她马上去附近找救兵 阿希见状急忙灭掉屋里所有的蜡烛 不过她还是落到了村民手中 阿希被关在笼子里受罚 附近的孩子们不停地朝她丢十字 迷迷先生的家人 更是要求用鞭子抽死阿希 一个标情大汗冲出来执行 没一会儿就把她打得劈开肉绽 危机时刻恶魔再次现身 阿希在她的帮助下 露出獠牙挣脱绳索 转头就扑向标形大汉喝血 周围的人健壮赶紧逃跑 妈妈桑一头冲进小美的房间 她正想叫着对方一起离开 这只小美劈头散发地爬过来 下一秒就咬住了妈妈桑的脖子 看来小美已经被阿希同化 她不想沦为恶魔的仆人 当晚就去找阿希算账 等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像野兽一样在地上缠斗 阿希起在小美身上 狠狠给了她两下 接着扭断对方的头颅 不久后恶魔自暗处现身 所有村民像行尸走肉一般聚集过来 恶魔让阿希同化他们 彻底玷污这群人的信仰 等组成这支丧尸大军后 恶魔召集临媒阿希 一起来到上一部的女主苏米加州 这三个女人都跟恶魔做过交易 必须听从她的差遣 既然有第一部人物登场 我们就简单的捋一下关系 还记得阿希的初恋情人卡托吗 苏米就是她和发妻所生的大女儿 所以苏米一直痛恨破坏父母感情的阿希 她在第一部中开了一个古来铺子 偷偷把人肉伪装成羊肉卖 还为此偷走了卢姆的尸体 所以苏米跟林梅之间也有仇 不过恶魔让他们先放下个人恩怨 外面潜藏着我们共同的敌人 苏米闻眼率先提着煤油灯出去查看 一个碰巧路过此地的旅行者 想借一间草房投诉 因为附近只有这栋房子亮着灯 苏米开门是一趟进来 然后回房间帮忙倒水 阿希跟林梅则上下打量这个小哥 这里已经是一个死村 没有人会莫名其妙路过 林梅逼问小哥到底有什么目的 后者却一口咬定 他迷路了 不过旅行者本来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他的职责就是向各处传播善良 铲除邪恶 任何与宗教不相符的事情都不应该存在 阿希听了疯狂大笑 说这里没有宗教之类的东西 林梅也跟着附和 我们没有信仰 林梅说完把水滴给小哥 后者念了一句导文 才将水一饮而尽 而阿希已经失去了耐性 他二话不说就扑向小哥 苏米见状也加入了战场 只有林梅隔岸观火没有动作 阿希再三催促 他才出手放倒小哥 原来林梅在那杯水里下了米药 小哥喝了以后就会浑身乏力 既然恶魔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 阿希马上冲进苏米家 挖出卡托的尸体 只见他刨出断头 用一根巨大的缝一针 把卡托的残肢缝起来 另一边 林梅跟苏米也因为 颅母的尸体爆发争吵 小哥健壮趁乱逃出院子 被一个路过的大叔好心救下 此时林梅问了替妹妹报仇 做法让所有吃过颅母之肉的人得病 不断有村民吐血身亡 赌亏小哥在一旁 祈祷净化诅咒 才救回了一部分村民 然而林梅的复仇 才刚刚开始 他知道阿希想复活卡托 所以跟对方做了一个交易 只要阿希帮忙杀掉苏米 林梅就让卡托复活 他说完就开始帮卡托的尸体换新 这些小哥故意扰乱林梅的仪式 看来想让卡托逆天复活 得先杀了这个为事找事的旅行者 阿希二话不说 准备动手 甚至半路被苏米截住 他让阿希归还父亲的尸体 适者已逝 应该在地下安息才对 阿希当然不肯配合 还出言刺激苏米 说你好好等着吧 我马上就要做你后妈了 苏米文言拔出匕首冲向阿希 两人正在土坡上缠斗 没想到旅行者突然出现 阿希见鱼儿上钩 火速离开 而林梅趁旅行者的注意力分散 成功将卡托复活 他还作法毁掉村民的庄稼 旅行者看到了农田的惨状 决定去找苏米谈谈 原来他们两个本是亲姐弟 旅行者就是卡托与发妻的小儿子麦德 他年幼时 亲夜目睹父亲杀害母亲 又叫不醒熟吹的姐姐 惊慌之下独自逃出了家门 并在静渊脚盒下结识了教徒师傅 现在麦德恳求苏米帮忙 一起对抗林梅跟阿希 苏米却先提了个要求 你要帮我夺回父亲的尸体 那那晚上阿希跟复活的卡托成亲 他还挖出婆婆以及儿子小吉的尸体 逼着家人一起见证婚礼 可惜麦德跟苏米很快就杀到现场 阿希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的美梦 当场就与姐弟俩打了起来 没会儿功夫 林梅也加入战场 苏米二人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落荒而逃 最近发生的所有事 让苏米身心疲惫 他不想再为死去的父亲伤心 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这个村庄 忘记过去发生的一切 可惜林梅不会放过苏米姐弟 他做法唤醒两人心中最亏见的人 麦德看到了死去的母亲 苏米也见到了父亲和惨死的爱人 姐弟俩深陷泥沼无法自拔 好歹麦德及时清醒 他不停地默念导词 破除林梅之法 次日麦德把姐姐送到村口 谁知恶魔突然现身 他想离间姐弟二人的关系 除掉麦德 恶魔警告苏米 你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 还盗窃尸体 做成古来 卖给村民 你以为你的圣人弟弟 会原谅这些罪孽吗 恶魔击溃苏米后 悄然消失 后者此刻神志不清 竟然拔出弯刀 攻击亲弟弟 麦德立刻按住苏米的脑袋驱魔 好不容易才唤醒姐姐的神志 就在这时 草丛中传来声响 原来是被阿西折磨的 证婚人躲在这里 苏米见状 心生一计 他押着麦德跟证婚人 去见阿西 向对方提出休战 为了获得阿西的信任 苏米还划破了麦德的手腕 阿西受鲜血的诱惑 果然出来 苏米表示 我不会再找你麻烦 但林梅现在不肯放过我 苏米说完就把麦德扔给了阿西 后者这样抱住他脖子吸血 却被麦德刺了一刀 恶魔察觉这边的情况立刻附身阿西 他再次迷惑苏米的心智 并操控着阿西的身体 一起对付麦德 林梅和胡适大军也被恶魔召集 麦德身陷胡伦难以应对 好在他师父及时出手 驱散黑暗 恶魔见状 摆脱阿西虚弱的身体 转头钻进林梅体内 阿西的师父则上前扣住恶魔的头颅 最近恶魔小看了信仰的力量 老师父成功将他逼出林梅体内 虽然恶魔肯定会卷土重来 但小村庄总算暂时恢复平静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上阶第一部苏米的故事 讲述三个被恶魔蛊惑的女人 前半段有关阿西的剧情还算流畅 可惜后面苏米一登场 两部开始联动后 节奏混乱 东野狼头西野狼头 时整个影片变得稀碎 观感欠佳 大结局更是虎头蛇尾 还跟恶魔留了一丝余地 看样子导演还有拍第三部的打算